有晚志愿军剧组首次空降小杨哥直播间 可他们做梦都没想到 当直播间瞬间涌共一百多万网友的时候 到底意味着什么 现在四面有一百一是吗 嗯 一百一是四的 为了感谢粉丝们的热情捧场 剧组更是拿出了两万张电影票做福利 可万万没想到 这五秒倒计时的结果 竟直接震惊了所有人 随后听到电影的真实背景后 小杨哥和代场的所有人 又一次地陷入了沉默 小杨哥 准备的多少张 电影票 两万张 两 两万张不多了 你二年就多了 哇不多吗 嗯 这个要看兄弟们 看兄弟们 怎么叫我们让他感觉 对啊 第一次看兄弟们都 我们你觉得这两万张 多少人受 多长时间都受啊 对 看你啊 非兄弟看兄弟吧 你也想 你放兄弟看 你放就不知道 十分钟 这个对于我来的时候都不受欢 十分钟 这样啊 准备好没有 五十块钱 四三二一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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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时 别让我面了 两个 两个 快 咱们当时志愿军去战场上的基本上就是这个年轻 很多去电影院的看的电影的志愿军老兵都是16岁18岁就进了朝鲜 然后就是在那牺牲的当时我们我们知道的这些的黄继光啊秋少年啊这些这些都对的东西 所以其实真的看不清楚 就是他们在他们很年轻的时候都对的东西 所以这个电影特别值得一家的一起去看 实际上正常的基本上就是这个年轻 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些的黄继光啊秋少年啊这些都对的年轻 都是16岁18岁 所以他们在他们很年轻的时候都对了我们的年轻 对了我们的年轻 是值得对的 对 所以这个电影特别值得一家的 值得真的是值得去看 大二人呗 啊 我爸七三的 是啊 那我应该让你说点 我七七的呀 七七的 现在叫人来的 我爸叫你叫老爹 肯定啊 就在刚刚著名隐姓黄晓明 陈飞宇携手志愿军剧组做客小阳哥直播间 没想到因为陈飞宇 众人还差点闹了笑话 我直播平常就五千人 小明哥来了 宇哥来了 不是 我这不能当讲 非宇哥 非宇哥不能当讲哥 人家比我们小太多了 明明的 陈飞宇 对 我这个我一个叫你哥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也是明明的吧 按照这一份我跟他妈妈十五岁 赶到二十六岁 二十三岁 二十三岁 然后回来 现在都已经 不是 你比较大 啊 我比你我比你大二十四 你你真叫他爸都可以 哈哈哈哈 是 不能当讲 非宇哥 非宇哥不能当讲哥 人家比我们小太多了 明明的 陈飞宇 对 我这个我应该叫你哥 还是不叫你哥 你们都说你 随便 应该也是明明的吧 就八了 但是我说 哎呀太小了兄弟们 对对 等一下等一下 按照备份 我跟他爸爸是一个备份 那你叫你叔叔啊 你不是求其他吗 还真不是 我比你大那么多啊 我比你大二十五岁 二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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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认他的时候 他是个小胖子 然后现在都已经 变成一个大帅哥了 不是 嗯 你比他大二十三岁 啊 看你出来 一点点 我比你我比你大二十岁 那我大二十岁啊 那我爸生我们的就是二十一岁 我爸七三岁 是啊 是呀我那我应该要有筲的 我七七的呀 七七的 那现在叫你来的 我爸叫Н叫您老 叫你叫老卓 肯定啊 你真叫他爸都可以 哈哈哈哈 但是但是我得说一 那我就明哥 但是我得说一点啊 就咱们当时志愿军去战场上的 基本上也就是你们这个年纪 啥 就当时志愿军 上战场的基本的 就是你们这个年纪 就是 就是像他演的是一个 负连长 负连长 副连长二十多岁 刚刚出头 然后我们现在很多去电影院的 看的电影的志愿军老兵 都是16岁18岁就进了朝鲜 然后很多都在那牺牲的 当时我们知道的这些个 黄继光啊 邱少云啊 这些电视都特别特别年轻 对 所以其实真的太不容易了 就是他们在他们很年轻的时候 就为了我们国家 为了我们的人命牺牲 是特别 对 所以这个电影特别值得一家子 还有一起去看 然后对孩子教育 特别有教育家庭关系 但是但是除了教育 其实这个电影也是好看的 就真的还是 我知道 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 值得真的是值得去看 你们这个2万张 多长时间的收款 刚才小明哥说半小时了 非兄弟就看兄弟半小时吧 你也见面 你跑兄弟 那你们都这么多了 10分钟吧 10分钟 10分钟 这样啊 哈哈 注意好没有 就电影很好看 注意好没有 我们感受一下吧 我也不太清楚 要我不感受一下 只有2万张 是吗 这个 准备 2万张 电影票 电影票 这个志愿军的 然后今天你们拍到 是一个 券券券是29块的吧 29块9券券 29块9券券 第40块钱 哎 切 我没说上不要上啊 29块9 买一个40块钱的券 就假如这个电影 你就电影票里面买 你电影票的话 50块钱 你可以 只要付10块钱就行了 对 没上吧 好准备 省多少钱吧 就省个 5块钱 我们一起喊好不好 10块钱 我10块钱 4 3 2 1 上车 计时 没了 没了 2秒钟 2秒钟吧 万兔 啊 那就再再来 2秒钟 没了 万兔 就万兔 没了 2万张 2秒钟 2秒 2万张你就没了 其实 您刚才如果说10分钟的话 大概10分钟 你可以准备50万的 啊 你给你网上说的是 这个销的越快 说明电影越好看 好看啊 你们这个电影 太好看了 太值得 来 飞雨说说电影 我刚才说过了 赶紧说 飞雨 飞雨兄爹 太帅了 可以拿着话筒说 你听不见 每人可以对 谈一谈 这部电影 我 你对他话筒 这个可以拿眼镜 没事 拿眼镜 这个音乐行就算放一个 对 就算放一下 这个扩音非常强 对 这个买的非常贵的 没有 我们这部电影确实 我觉得是一部不太一样的电影 我觉得 因为我们最近都在跑路演 去前段时间去东北 然后现在开始第二轮的路演 然后在现场也见到很多的观众 然后他们其实都是带着自己的孩子来看的 所以说就特别适合家庭观影 而且 其实我们的电影是一种比较新颖的方式 把那段历史重现在大一幕上 很真实 对 然后我们也是从不同的 有历史人物 也有虚构人物 从一个比较全景式的一个角度去展现 康宝元朝这场战争 对 我觉得这个电影的一个力量啊 就很多人看完给我的一个反馈是 真的能够进到他们心里很深处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太好了 我们有很多的选择 我们有很多丰富的生活 我们可以看看在直播间这样 但是 我们就是 本大的这些志愿军战士 他们那个时候 所有人啊 想的都是怎么把这个新中国 让他真正的立起来 能够在 世界的舞台上有一席之地 做了这么伟大的这个牺牲 然后我们看完之后 其实作为我们当代的人看完之后 其实 一方面是会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另外一方面 我们去迎记这些先烈 然后他们奠定的这一切 其实不管是给我们自己 给我们的孩子 都是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力量 和 情感 埋下这个力量 让我们 能够更加生活的更好 然后同时去记住他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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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